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话说TikTok被美国列为了要头号禁止的毒药 但是TikTok的确是有它有趣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原本TikTok应该是中国大陆的正的 但是中国外交部的TikTok却变成了反华的集中的 跟中国大陆的使馆被围攻差不多 所以十分有趣 话说外交部就最近台湾的TikTok的举动继续跳出来进行官式发言 说要压制一切台独的分裂行径 台独分子的行径将会遭到来自14亿人民的迎头痛击 结果台湾和台独分子没有迎来14亿人民的迎头痛击 但是外交部发言人的影片却遭到了来自中国内地的大量网民围攻 中国外交部发言汪文斌继续在例行记者会发表要对台独分子 迎头痛击的言论 相关的影片上传到了社交媒体TikTok 结果竟然在TikTok上惨遭迎头痛击 在TikTok上迎来了三万多条评论 这些留言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内地 不是来自世界各地 汪文斌说有14亿人要对台独分子迎头痛击 之后就有大量的人回复他 有人说麻烦你把14亿减去一不要把我也算上去 还有内地的网民留言说你吃饭的时候不叫我刷碗的时候却想起我来了 这个留言获得了631个点赞 还有人留言说这时候就想起我来了也获得了1000多个点赞 别忘了这可是来自内地的留言 相关的留言是来自贵州 刚才说的那条留言是来自山东 还有内的网民留言说 派警察叔叔去锁了他们的喉 下游有很多人跟风说 这个时候你倒想起我了 获得了大量的点赞 还有内的网民说 感谢国家有困难的时候就想起我了 还有的人留言更放肆 说评论区发生了什么事 留言怎么这么放肆 回头再帮你补两针颗心 最具讽刺性的就是这条留言 最多人回复的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终于想起我来了 有需要的时候就14亿 甚至有人留言说 那是不是会遭受70亿人地球人的迎头痛击 所以不是开玩笑的 现在中国内地的五毛市场在网上 好像已经负灭了一样 现在中国大陆由于经济崩溃 到处民不聊生 所以有很多人根本无法生活 我看了不少内地人士上传的影片 绝大多数都是对政府冷嘲热讽 跟香港大量反政府的蓝丝差不多 就是说现在真正替中国大陆政府 说好话的人已经是少之又少 这当然是跟中国内地的实际情况有关 前几年一讲台独 就会有大量的五毛跟小粉红 跳出来支持中国大陆 说要武统台湾 但是到了今天 武统台湾的市场已经崩溃了一大半 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就是当中国大陆再次发生政治灾难的时候 再次把攻击台湾高高举企划 能不能统一内部的声音 因为现在的中国外交部 已经是处于接近翻车的状态 TikTok本来应该是中国大陆控制的战场 但是现在竟然在自己控制的范围内 彻底大翻车 被内地网民围攻 其实现在全国各地都已经爆发大大小小的讨薪潮 而且还有不少的暴乱 但是现在还在继续累积压力 而习近平根本就完全没有处理过民生的问题 跟香港政府差不多 所以压力如果这样子一直累积下去 终会有爆雷的一天 TikTok原本是中国大陆用来入侵西方世界的一件利器 但是现在这件利器并没有发挥出效果 中国大陆有可能会率先被TikTok的留言淹没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社交媒体这一块 社交媒体已经推翻了很多独裁者 据我所知 TikTok并不会好像中国大陆的微信微博一样 直接受到中国大陆官方的控制 所以美国要把TikTok封锁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 而现在去世就来了 因为TikTok没有像微信和微博一样 彻底受到中国大陆官方的控制 而且内地人也十分喜欢使用TikTok 中国大陆无法删除他们在上面的留言 就是说搞了一个平台出来 本来是打算用来入侵全世界 但是现在却随时会在这个平台上 被中国内的网民骂得臭头 说不定有可能会促成茉莉花革命 中国大陆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吃回力标 所以如果他搞了个TikTok出来 但是最后却死在了TikTok的手上 这对中国大陆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 因为他经常都吃回力标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差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有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保障你的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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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